阿姨先生你的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好 你的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姆霍里萨天天黏着我 姆霍里萨天天黏着你 对 这样子不好吗好朋友 不好吗 好吧 姆霍里萨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头发一直痒 头发头一直痒 是不是 好 来 姆霍里萨你的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叔叔什么时候回来 叔叔什么时候回来 好 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来过来说 姆霍里萨天黏着我 姆霍里萨天天黏着你一直吃我的脑 你一直吃你的脑 好 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我的成绩好不好 你的成绩好不好 你一直想这个问题是不是 你的成绩很好 你也很优秀 你信不信老师 那以后一起加油好不好 好 好 你的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为什么哥哥不喜欢我 为什么哥哥不喜欢我是不是 那你有没有想过哥哥为什么不喜欢你呢 应该是我爸妈都喜欢我因为我很想他已经长大了 嗯 这就是你想到的是不是 是其实你的哥哥也是很喜欢你的 不信你今天晚上回去问一下他好不好 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为什么哥哥一直黏着我呢 你的哥哥一直黏着你是不是 是 那这说明你的哥哥是不是特别喜欢你 是 嗯 是 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我语文考不好 你这次语文考的不好是不是 你就烦得很是不是 那我们以后 你的你有没有以后的什么目标 嗯 有什么目标呢 我会好好学习继续努力的 好继续努力的是不是 我相信你是最棒的 好 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很多人都骂我打我 很多人都打你骂你为什么呢 不知道 不知道 那 嗯 我们以后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你记得的篩恼是什么 我爸长大以后考不好 嗯 长大以后考不好 考不好大学 考不好大学 嗯 你长大以后的事你现在不要想 你现在只想 嗯 想要每天都要快乐 快乐的成长 嗯 然后把成绩 达到最好的 一个目标 好不好 啊 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天空为什么有乌云 天空为什么会有乌云 这是你的最大的烦恼吗 哎呦 有乌云你的心情就不好了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 嗯 天气一直很好 那你就是很阳光的一个男孩 啊 你去 我的梦想能不能实现 啊 你的最大的烦恼就是 你的梦想能不能实现 是不是 老师相信你 你的梦想会实现的 你要努力 好不好 天空为什么是蓝的 天空为什么是蓝的 你都反倒是天空为什么是蓝的 因为天气好呀 是不是 好去 我爸爸又去学习了 嗯 我们是不是在学校也是在学习 是 我们是不是也要努力的生活 对 所以说我们的爸爸妈妈也需要学习的 对不对 对 好 学习 我们的学习好了 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就越来越好了呢 是 好 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 好 嗯 等爸爸学习完了呢 嗯 就可以 很幸福了 对不对 对 好 好 过来 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呢 来 看着我 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看我一下 好 你想一想 好不好 来 大门 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我爸爸为什么去世 你爸爸为什么去世是吧 你看这个人生当中 呃 有些人 是 爸爸先走 有些人是妈妈先走 有些人是 年轻的时候 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也会去世 对不对 这是 自然规律 虽然我们没有爸爸 但是我们有妈妈呀 对不对 对 我们还很幸福 我们还得努力学习 还要快乐成长 是不是 好 去吧 来 大门 你给我说一说 你的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科比 科比为什么 为啥跳传的时候不开采 为啥去世 谁去世 科比 科比 哦 打联球的科比 为什么 去世 是不是 他们是不是 呃 就在 就在飞机上 就是 对 坏落了 是不是 你就很喜欢科比 对吧 那你个子这么高 你是不是 以后也在这个打篮球这方面 要发展一下自己呢 能不能做到 好 去吧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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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